- 其实今天welcome on board 感觉上应该零压力 原因是我们请到的一位室内设计大师 丢给他他自己就会讲话了 Ashley 大家好 其实这一趟真的很难得 要把他载到家里 趁这个机会好好跟他聊聊天 - 谢谢 所以是大概几年前 - 今天我要还Uber吗 不要不要不要 - 大概几年前真正开始投入装修行业 - 还没当完兵我就开始做了 - 那个时候我在服兵役的时候 - 因为我是MB - 所以是其实可以就是那种 - 可不可以讲 - 不用紧啦 - 反正就是那种五点六点每天可以回去的 - 某某公司找我做intern的时候 - 叫我回来做part time - 所以有时候我还穿着兵服去上班 - 然后顾客看到我的时候我就说 - 没有我在Reservis - 哇 - 那应该是很多年前的事情了 - 很多年前 - 所以今年10月23号 - 就会是我的23年 - 是 - 刚刚要来接他的时候 - 天气就好像不是很好 - 感觉好像要下起雨 - 我先开一下天窗 - 本来是室内装修 - 然后后来我发现很多东西 - 其实我不会 - 从材料认识啦 - 甚至在我们这行 - 常常会遇见的就是风水 - 是 - 然后那个时候呢 - 就想说去也去学风水 - 然后学风水是一块 - 然后过程中呢 - 也了解到环保 - 然后大概是10年前的时候 - 我就开始走这条路 - 就是环保的条路 - 而且是很孤独 - 很辛苦的这10年 - 因为其实很多人都很讨厌环保 - 我跟你说原定位是为什么是这样啦 - 因为那个时候我们要走环保的时候 - 很多人会觉得说像LED这种灯很贵 - 车子也是有recycle的 - 不过那时候你用那个车子的时候 - 差的时候蛮痛的 - 所以很多人就觉得说 - 哎呀环保是一个又贵又很贵 - 又punishment的东西 - 是 - 可是今年呢10年过后呢 - 我们终于把这个环保室内设计呢 - 终于给政府接受了 - 然后现在我们也开始有这个环保室内设计的准证 - 是 其实还没有走到这些小细节之前 - 我自己是挺欣赏ASLI的啦 - 原因是因为 - 没有没有真的 - 原因是因为我觉得 - 积极一直在进修在学 - 那个是一个很大的关键 - 那除了那个之外 - 我真的觉得ASLI是一个 - 以人为本的一个设计中心的一个设计师 - 设计师的工作其实就是为人而服务 - 是 - 可是我发现可能很多设计师在 - 他的这个工作 - 他可能迷失了方向 - 他迷失了方向 - 因为大家都是为钱而做工嘛 - 然后有些时候是为了钱 - 有些是为了本身的利益 - 或者是有些是为了得奖而去做设计师 - 那得奖的设计不代表说他不好 - 只是说可能他美观好看 - 他的functional aspect可能没这么好 - 当我们往细一点去看的话 - 其实设计师的工作呢 - 不单单是把东西那么漂亮 - 所以我会觉得说 - 尤其到了这个年龄的时候 - 我会觉得奖也得过了 - 那我现在要做的就是 - 可能用我的设计跟我的生涯 - 去改变人生 - 改变别人的人生 - 当然如果大家去好好仔细查一下的话 - 其实在他身上的头衔奖项也不少 - 所以现在大概来跟大家搭奖一下 - 来来来 - 是时候推销一下 - 我不记得了 - 没有啦 - 至少室内设计师协会 - 我现在是新加坡室内设计师协会的副理事长 - 所以你看我为什么把它贴到这样紧 - 就是这样 - 把人才要贴靠近 - 才能从中学习 - 很多时候他不是一个单看设计单看表面的一个人 - 很多时候他会去尝试 - 我也不懂为什么他那么有空 - 要栽那么多问题在自己身上 - 看到一样可能人家刚推出的一个产品 - 他就会真的是手痒的 - 马上要去尝试 - 哇 烧啊 - 对 - 做尽这些东西 - 你觉得那个是对你自己很有帮助的一块吗 - 这样说吧 - 就是做一个好的设计师 - 他要去推荐一些产品 - 那他是他个人对产品的了解 - 是 - 我们说家居的这些项目 - 一般做家的装修 - 顾客其实是医师 - 那只是装修 - 其实他是不懂的 - 那我是带着一个同理性 - 去把自己放在他们的 - 设想在他们的角度 - 去看某种东西 - 尤其是产品 - 因为产品一直在变 - 一直有新的东西 - 那他是不会明白的 - 那没用去做这个实验的话 - 他只是可以听 - 那个设计师或者是那个salesman - 他在推 - 他在说那个故事 - 那没有人会给他一个所谓的 - 一个很清楚的它的功能 - 对 - 而且你拿这些产品 - 转过去后面看 - 然后起来一大堆那些specs - 没人看得懂 - 对 - 所以我就选择做这个很简单的这种 - 实验 - 来折磨那些产品 - 让那些产品 - 能不能够pass the test - 就是看我们的折磨 - 然后是顾客觉得好的话就可以用咯 - 那当然新加坡 - 马来西亚是亚洲这块区域 - 是我们自己挺熟悉的一个领域 - 对 - 然后慢慢的我也看到你展示高飞 - 手开始伸到中国那边去了 - 对对对 - 其实那也是因为我的母公司 - 他们其实在新加坡马来西亚 - 跟中国都有这个扎根的地方 - 是 - 然后我也想说那我也想过去 - 可是我知道 - 可能没办法用中文来救自己 - 所以就缓着缓着就一直在培训 - 一直在逼自己看了很多这个 - 甄嬛传啊 - 演习功烈 - 很多这些所谓的 - 这些有帮助吗 - 有有有 - 但你不是要皇上 - 娘娘 - 至少他的中文会比较标准 - 是啦 - 然后我就从那边开始学咯 - 去中国的这套路啊 - 其实有点特别 - 除了你有这些所谓的头衔以外 - 他们都很喜欢听老师做分享会 - 是 - 分享会就是什么 - 就要开PPT啊 - 然后开PPT就要在那边说自己的作品啊 - 然后可能你在研发什么 - 或者是你有什么样的思维 - 这些都是要用中文讲的 - 然后记者要看得上你啊 - 然后想要给你做采访 - 通通都是要用中文的 - 中国那边你对自己有什么期望 - 还是对公司有什么期望 - 我当然是希望说 - 我现在身上的一些理念呢 - 像环保室内设计 - 甚至这个通水文化 - 都可以带过去那边 - 因为我觉得这些东西呢 - 是能够照顾人间的 - 是 - 你去想说人在室内的空间 - 是越来越长 - 哪怕是工作啊 - 住宅啊 - 甚至是去玩的地方 - 都其实需要一个室内设计师的 - 所以我们把好的idea - 好的理念 - 带过去的话 - 可以发扬光大 - 目前的状况呢 - 室内设计也可能是去到一个2.0 3.0的版的 - 怎么说呢 - 就是说不是为了美而设计 - 而不单单说放橱啦 - 放什么 - 就是说能不能够用这个空间呢 - 然后跟这个人互动 - 然后把这个体验带到另一个境界 - 建筑物啊 - 或者你设计的一间房子 - 有些人可能一住住三四十年 - 那这一个环境呢 - 对他来说也是一个扎根的地方 - 对 - 所以只要真的是设计到他心里面去的话 - 他舒服的话 - 他在这样一个环境下 - 可能会找到更多的自己 - 创造发挥更多的成功 - 是 - 你觉得这些年轻人啊 - 刚刚要出来的这些 - 有没有很多的人才 - 请问 - 我忘了说 - 我其实也做亚太的这个评审 - 就是这个Asia Young Designer Award的这个评审 - 然后我也做了大概四五年 - 然后呢 - 就是看了整个亚洲的这个学生的作品 - 我只能够用一句话来信用 - 就是教授手脚 - 每一次都是我们去train他们 - 可是at the same time - 我觉得他们也是在给我们看新的东西 - 其实他们的作品好好的来 - 好在他们一直在go for new ideas - push new boundaries - 这个东西呢 - 我觉得在目前可能在行业的人都不会做的 - 都会可能说保守一点 - 做一些可以赚钱的东西 - 所以就不会做这些突破 - 学生就不一样 - 学生就完全是天马行空的概念啊 - 甚至可以很多这些改改善人生的设计啊 - 环保其中也是一个 - 我今天接触的东西不单单是室内设计的 - 建筑设计啊 - 品牌设计 - 所以我会觉得说 - 其实每一块都需要这个通理性的角度去做 - 所以为什么会有用心这一块 - 因为用心是一个设计师的本分 - 我们把自己放在那个人的角度去做东西 - 不单单是设计师 - 只要去设计一个方案去解决一个问题 - 出发点都是要用心的 - 哪怕是环保 - 哪怕是一个 - 我们叫Universal Design - Universal Design - 就是可能是为了一些 - 产生人士去设计的这些设备啊 - 都是需要这个通理性 - 很像这样的通理性 - 以你今天哦 - 身为一个大师的这个身份地位嘛 - 很多人看到的都是外表上面的光鲜亮丽嘛 - 哇在台上这样讲啊怎样啊 - 到处飞啊可以这样做啊之类的 - 你觉得有什么辛苦的地方是没有人知道的 - 很多很多很多 - 做了这行二十要二十三年 - 第一是那种坚持 - 黄晓明那个中国的艺人 - 是 - 他曾经拿奖的时候上台说了一句话 - 他说 - 其实成功的道路一点都不拥挤 - 是坚持的人太少 - 然后我就想出一个画面 - 这个画面到底怎么去形容 - 就像好比现在我们从大地铁 - 我们出来大家都从地铁出来都赶着上那个扶手梯 - 是 - 扶手梯的旁边就有一个楼梯 - 楼梯是没有人爬的 - 可是扶手梯呢 - 大家都慢慢的爬 - 慢慢的爬 - 慢慢的上 - 成功的道路很多人都觉得说 - 其实就是扶手梯 - 慢慢的上 - 慢慢的上 - 大家走不会错 - 可是旁边呢 - 其实就有一条道路是比较辛苦一点 - 可是完全是没有障碍的 - 可能你上去了之后呢 - 你还比别人快 - 看得更多看得更快 - 所以我觉得呢 - 真实的道路就是这样 - 就一定要这样 - 它肯定是辛苦的 - 它不会是好走的 - 五年后 - 你觉得自己 - 会是一个怎么样的人 - 一个比较老的孙子 - 哈哈哈哈 - 这个事情很直接对吗 - 有没有给自己设想过五年后 - 希望会有怎么样的一个表现 - 争取到怎么样的一个东西 - 这几年呢 - 我跟大哥也是有在研究说 - 怎么把自己这一行 - 尤其是这一行 - 因为一般人家看室内设计 - 就是室内设计师 - 好跟不好得奖 - 跟不得得奖 - 我就走了比较另类的路 - 就是想要把自己包装成一个明星设计师 - 其实这一条路呢 - 我觉得也有它的潜能 - 明星设计师是这样 - 因为至少它在包装这一块呢 - 会让更多人见到了解 - 甚至可能会体会到那个设计师 - 他想表达什么 - 他专长是什么 - 然后可能会给他生意 - 我觉得这一块呢 - 是 definitely可以下手的 - 而且呢 - 新加坡呢 - 已经不是一个我们说平台 - 它本身就是一个跳板 - 就是说呢 - 可能在新加坡做得好 - 红起来 - 可以把自己的包装跳板出去 - 去外国跨国 - 把我们的理想 - 我们的思维 - 跟我们的设计概念 - 带出去其他国家 - 发展广大 - 尤其developing countries - 像越南啊 - 免电啊 - 种种的 - 印度 - 如果你要做那个拓荒者的话 - 就是那个去开始启动某一些机制的人 - 真的不会容易 - 很难 - 因为到后面你路开了 - 人家走容易嘛 - 然后他就会觉得 - 其实可行 - 因为看到你的成功 - 不我相信啦 - 可以的 - 三五年后你就会看到他大有成就 - 谢谢 - 托大哥的福 - 没有 托大家的福 - 托大家的福